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6日 今天是星期二 今天是超級星期二 今晚 晚上時間8點半 我們可能會稍微退後10至15分鐘 大家要注意 8點半至8點9開始 就是星期二直播 我們也會繼續跟York 台灣代表繼續追訪 台灣的新聞 還有世界大事 敬請大家記得出席 我們今天 繼續有恆常節目 這一節要跟大家研究一些 可能比較複雜一點的東西 中國大陸的晶片 中國大陸 據說 這次真的出事了 為甚麼這麼說呢 因為中國大陸 成功爭取美國 中國大陸 就是對中國大陸 禁售 14納米 台灣就叫做奈米 也是一樣的 納米以下的 製造過程 那個 設備 要禁止出售 那是甚麼意思呢 14納米 又包括在內呢 可能大家一看到就會覺得 很迷惘 很多複雜的東西在裏面 我們這節嘗試 就是用一個 深入一點的角度 但是 就是用一個簡單一點的方式去講解一下 到底 在說的 14納米技術 以及14納米以下的技術 到底其實在說的是甚麼技術 中國大陸的晶片 是不是從此 就徹底被封鎖呢 我們這節 嘗試一起去跟大家研究 我們在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我們主頻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的新聞快訊 將會更改在後備頻道 而我們的主要節目 升旗易得道 將會繼續 強勢在主頻道 播放 敬請大家注意 同一時間 我們新增了《環雨風情》 有世界各地的風景影片 有很多網友送給我們 請大家 繼續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風景影片的好處就是會使得我們的黃標數量 慢慢下降 所以大家記得努力欣賞風景 欣賞風景之餘 還可以幫助本台繼續有效營溫 好 大家努力一點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做好這個工作 講講相關的報導 據說 中國大陸這次真的出事了 這個叫做美國晶片 的法案 正式 就是要生效了 對這個 中國 就是 3納米以下的EDA 就是要出口管制 這個 3納米當然是非常非常小 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 晶片的技術 越是小 就是越是困難 所以換句話說 以下講的Number 理論上 越是小的話 就越是更高技術 但是 美國最近就說 他不單止要3納米以下的東西 限制出口 他現在 打算繼續對中國大陸 就是出狠招 最新的命令 就是 不准 就是 14納米以下的製程 設備 就是不准出售給任何的中國相關的企業 所以你要記住這個數字 今次是 14納米 說的是14納米以下 理論上 根據他現在所說的14納米 其實是不會限制的 當然你說再會不會繼續限制14納米 這件事就不敢說 這個報導是率先 中國內地的媒體率先踢爆 因為 他們的代工廠 收到美國政府的通知 美國政府將會對 中國大陸的技術 出口 就是做進一步的本制 要講一個問題 為什麼美國如果要對付中國大陸 不立即 將所有 納米技術 製作晶片的技術 全部封鎖了呢 這個就是因為世界 就是一體化的原因 簡單來說 美國如果對 中國大陸出得太重手 對於全世界晶片 就會造成很大的衝擊 歐洲那麼怕 要跟中國大陸 立即脫歐的原因 因為在經濟上面有太多 生產正在依賴進行中 我們用的字眼叫做依賴 換句話說 如果真的 慢慢把那種依賴 切割的話 找到其他替代方案的話 那種依賴 理論上是可以 慢慢抽身抽出來 正如我們早前跟大家說的一樣 中國大陸 之所以使得世界對他 依賴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在於 他的貨品 就夠便宜 他的工廠就夠便宜 他的人工夠便宜 他的人工便宜 工廠便宜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的人口相當之多 勞動力密集 令到這個地方再加上 貪污 不顧環保 所以 令到這個地方的生產力 可以 也是有生產力 也是 成本 不至於太高 因為這個地方 對於工廠的工人 是沒有任何保障的 在歐洲美國這些地方 工人的權益 非常之大 換句話說 你欠缺了廉價的勞動力 說回晶片技術 如果 立即 限制了14納米 的 技術 不讓出口給中企的話 實際上就會使得 大量的代工廠 出現了問題 事實上中國大陸 就是一種叫做晶片代工 簡單來說 晶片代工 不會負責 就是那個晶片的設計 晶片怎樣使用 怎樣銷售 那些代工廠 代工廠 只是負責生產而已 實際上除了晶片之外 中國大陸 也是在做很多 不同的 產品的代工 最簡單 例如iPhone 銷售不關他的事 因為不是他的公司去賣 而怎樣設計 怎樣生產呢 才是他的重點 設計也不是他管的 只是負責 將既有的程序 做出來而已 這是一個代工行業 而中國大陸 其實是在做14納米 當然啦 中國大陸 也是因為 在做世界晶片的代工廠 所以 他能夠 將大量跟晶片相關的技術 就在手上 這就是中國大陸 一直以來覺得自己 可以稱霸世界的原因 因為世界上很多 很重要的東西 他似乎 都有份做代工生產 他 偷偷地掌握了 相關的技術 再加上自己 有些人說自主研發 覺得自己 偷了一些東西回來了 偷了半本 九陰真經 可以 練成九陰白骨爪 根據大陸自己的媒體報導 在2021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就說自己 能夠成功大量生產到 28奈米 28奈米的晶片 說是2021年 說能夠 自主生產 一看就知道 28奈米 現在不是說14奈米嗎 沒錯 14奈米 他在做代工 28奈米就是他自己已經能夠做到了 當然啦 你一算就知道 28奈米跟14奈米相差甚遠 對於晶片來說 那個奈米技術做得越小的話 越代表晶片 裏面 那個回路 那個電路 裏面能夠包含的東西是更加多 簡單來說 晶片你想像成為 就像在幫他做一個雕刻 如果你能夠把雕刻技術越縮越小 那麼理論上 晶片本身 裏面能夠 進行運算的功能就會更加提升 就像將那些電線越收越細一樣 然後裏面的計算功能越來越強 但是佔據的位置 一樣那麼少 這個就是晶片技術 整個晶片技術的進化 說那個 晶片的尺寸 其實是有一個定律可以跟隨 那個叫做摩爾定律 摩爾定律就是在預測整個關於電腦 晶片的行業 說的是電腦的晶片 每格 就是一段固定的時間 他的晶片技術就會提升 差不多一倍 換句話說 根據 摩爾定律去推測 其實晶片技術 是會一路進步下去 而進步的幅度 即是換句話說 晶片 去到多微細 那個幅度 是可以根據定律計算出來 目前中國大陸 就是代工生產14納米 他自己可以開發到的 在2021年據稱是28 實際上現在目前 在2022年來說 目前絕大多數 需要用到 就算是手機晶片 納米 都是去到14納米就已經相當足夠了 在2021年來說 差不多70% 的半導體這些晶片 需要的製程就是 14納米 那麼有多少%要用到7納米 大概是10%左右 在2019年的時候 而少過 就是14納米 10和12 大概佔了2019年的市場 大概25% 所以 剛才所說的就是2019年的時候 2021年已經有所變化了 需要到14納米 就由60%多上升到70% 所以你從時間上計算 你就知道 是會有分別 換句話說 你今年 可以繼續 依賴14納米的技術 去做你的 這個晶片 再過多一兩年 你的14納米技術 開始慢慢被世界淘汰 其實 情況很簡單 你今年在使用iPhone 13 你覺得 這部機 夠用了 我也不用再要什麼進化技術 你今年這樣覺得 你再過兩年 再過三年 你猜你今天 那部iPhone 13 還是不是可以追到 三年之後 那些iPhone 又或者新的Samsung手機 的性能呢 這個問題就在這裏 大概在 10年8年之前 很多人都覺得 用iPhone 是很有型的事來的 每個人都出了一部iPhone4 當時iPhone4 已經是手機 界別裡面是一個巔峰之作 今天如果送iPhone4給你 你會不會拿出去用呢 換句話說 今天 14納米的技術還可以頂著 就是中國大陸晶片生產的半邊天 但是如果過多兩三年的時間 如果他不能夠 生產到他的一半 因為28 14 14再去就要去7 再下就要去3.5 如果他在幾年之內 做不到7納米技術 換言之 他的晶片 的生產 以及在整個市場裏面 那個技術將會被全世界拋離 換言之 現在美國預備限制中國大陸的 並不是14納米本身 而是14納米以下 換句話說 7納米 那些生產將會 相關的設備 製程 全部 不准交給中國大陸 企業 中國大陸企業是否可以自己 自主研發呢 絕對 是非常非常之困難 因為 製造晶片 是需要 是一些指定的程序 當中需要 牽涉的製程包括 微影 食黑等等 微影 就需要用這個 極紫外光 英文叫做EUV EUV就是Extreme Ultraviolet 極紫外光 最關鍵的那些相關的技術 那些生產的器具 其實 都是由固定的國家 固定的公司 在全球獨佔的 所以美國下了禁令之後 相關的技術 不能夠提升的時候 你那個晶片的技術 你怎麼自主研發 也做不到 其實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大陸如果要自己 繼續所謂自主研發生產的話 必須要 做到極紫外光機 再加上新的美國出口限制 新的出口限制實際上會影響到中國大陸 現在就是28納米的生產 因為 他生產28納米的那些技術的設備 實際上也可以用來生產14納米的製程 所以換句話說 相關的那些設備 如果進一步被收縮 甚至乎會影響到中國大陸 現在進行的28納米的生產 所以中國大陸這次真的贏了 美國沒有辦法再出口給你了 你成功封殺了美國技術 到底誰封殺誰呢 大家細心想想就知道 但是我們也很肯定 中國大陸真的是夠膽 反過來說 指鹿為馬是他們的強項 儘管看看 他可以惡得多久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